阿里斯 在我身边潜伏了这么久 你终于肯动手 你贵为卑劲占尊 只要肯为我硬化国博士 我们可以给你数不尽的金银财宝 但这是我 你觉得是不行吗 那一群狗狗吧 你要说阿里斯 我可以留你们一句全是 既然你不是好歹 不要怪我了 恭喜尊上 将国内樱花国的势力成功铲除 阿里斯呢 黑帮首脑阿里斯不知所踪 应该是逃走了 算了 一个小小的爱丽丝 羡慕起什么狼狼 还有一个消息 刚刚听探子说 找到了你母亲和嫣然小姐的位置 走近 吴嫣然 三年了 终究是被我找到了 陆总 要是我儿媳妇 有什么怠慢你的地方 我在这县里道歉呢 有什么事你冲我来 求求帮我吴嫣然吧 妈的你做什么东西 干当我的事 你知道吗 你别太过分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 过分 哈哈哈 哈哈哈 哈哈哈哈 讓我求你了 來不怕死我了嗎 再多我先送你去見你兒子 請你趕緊放心嘿嘿嘿 那東西別怪我 你兒子嚕嚕嚕嚕 要 這不是林凡嗎 怎麼推交好了 幹他媽的本路上的事 丟我 你也不騷摸就揍著你 你也賠 好馬蛋 一定教你隨時問頓 就你這個垃圾 你敢在我面前裝兵 對 你那個女朋友 我會幫你好好照顧 柳妍誠 我跟你騙了 帶下去 挑斷手心腳筋 把他丟到北京 讓他自殺 柳妍誠 柳妍誠的手下 今天你運氣不錯 我要讓你看著你這個 下電音 呀呀呀 我啊 呀 你要做什麼 老實說 我可是陸家男人 這家 樓宇吧 固守可命 啊 你給我陸家 老實不會讓我去的 祝元城 垃圾兒子 很快 啥就在家裡 給你 啊 下輩子 我和豪兒 邁向虚浮 氣息紋亂 我帶上陸樓宠手才行 喂 玫瑰 馬上通知陸老 半個小時之內 我要在江城醫院見到陸老 說 左上 你母親已經送到江城醫院了 另外 蘇小姐的消息了 謝謝 有人曾在陸家的拍賣會 發揮蘇小姐的東西 最近的一場拍賣會時間就在今天 既然他們找死 那我就懲罰 通知江城的屠龍位 今天我要靠屏陸家 天上有令 今日之后 定要讓陸家 化為灰境 路 敬 路 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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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多钱吧 狂若我有五千万 你要是有五千万 我就跪在那叫你爸爸 小子看好了 这里可是陆家底盘 在江城 陆家说一就没人敢说话 你小子就是敢多讲的话 今晚就在这里吧 放资吧 哎等等 如果你没有五千万的话怎么办 你说怎样就 假如你没有五千万 就从我这钻过去 大咬三声 爸爸我是废物 权为定 小子你现在认输的话还来得及 就是就是 因为到时候输了 客头叫我爸爸 是不是这里面一分钱都没有 我就说嘛 这小子浑身上下破破烂烂的 就不像什么有钱人 我卡里有多少钱 臭死了 三百亿 你到底是什么人 对不起 爸爸 不不不不 爷爷爷 我错了 是我永远不是台下 我错了我错了 现在你可以进去了 哎哎哎你你里边请 你里边请 妍然 各位晚上好 欢迎大家来到陆下拍卖好 我是今晚的拍卖师 话不多说 接下来开始拍卖 第一件 江山千礼服 一家五千万 五千一百万 五千两百万 五千五百万 五千五百万 五千五百万第一次 五千五百万第二次 五千五百万第三次 恭喜陈教 最后是我们的重头戏 拍品是 张晨第一大美人 苏家大嫂姐 苏燕 叫啊 快给我叫啊 快叫 快一点快一点 我的耐心是有限的 快叫 快给我叫 你越恐怖越好 你越紧张越好 快叫 给他们看看 我最爱 竟然是苏家大嫂子 当年苏家可是将存主义大价 还是可惜 苏家经营不散 最后到达个作禅的下 是啊 听说 当年 苏家摔害以后 苏家小姐不知道去 没想到 竟然对 苏家那 几十 啊 啊 这娘们给我劲儿 我要 嗯 快 给我出来 给我出来 叫我把头抬起来看看他们 快点 给我叫出来 快一点 让我走一圈 林哥 难道我就不够劲吗 嗯 够劲 给 你给警告表现表现 我看你有主要够劲 讨厌 快一点 快一点 快 累了 这就累了 要进去 现在开始拍卖 你价一个亿 每次将价最低 一个亿 老伯儿 曾经的江城第一美人 我要了 十个亿 怎么 江城三大家族之一的王大少 竟然这么轻松就拿出十个亿啊 是啊 王家已经在过外 已经准备了 超过60% 还是 这不愧为是敖门啊 哈哈哈哈 十个亿一次 十个亿第二次 中秋还是没来吗 十个亿 第三次 我看谁敢 嗯 民方 你这个匪 刚来我陆家咋场 陆延城 你敢动轩然一向 我要你陆家灰飞烟灭 在我陆家里面 在我陆家里面 敢跟我说这种话 好大的胆子 不错了 我倒是很想看 你怎么让我陆家说 陆延城 我要你碎尸万顿 我要你碎尸万顿 就你 你也配 我要让你看看 我今天是怎么动 啊 我一定让你死无葬身之内 再将 想让我死的人有很多 你这个废物 算老几啊 来人呢 人呢 吃到去了 你那几个神仗 早就被我给解决掉了 废物 你敢上前一步 我要他的命 放开你 我可以留给你凡事 否则我一定将你错不扬灰 你把 我陆家 你不是人在磕的 这也是你的隐障 垃圾 你现在给我跪下 磕几个想头叫几个爷爷 我高兴了 就饶你 怎么样 果然你和陆家这样的垃圾 就不应该出现在这个世界 垃圾你没说这样的话 我要让你知道 我陆家不是你这样的被我能做得起呢 陆家 楼以而言 四八 官人员迅速撤离 三秒钟之内不撤离 当做陆家同谋处置 四八 官人员迅速撤离 这次废 听说废姐子是北京战争的直线队伍 没想到今天会出现在这个地方 三秒钟之内不撤离 当做陆家同谋处置 哎 废 找两个cosplay就让我相信你啊 废物就是 放一枪 我可以领你去全尸 想逗我 我现在给我陪你呢 巡检私说上面之力 重新调查三年前人家面门事件 不可能 巡检私乃是战争手下 这不可能出现在这 一定是假的 假的 我一定欺蔽战争 叫你们偷偷拿下 臭屏子的打我 远程 你作恶多端 这就是你的下场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我陆家没做过这种伤 一定是你陷害我 假的 假的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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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你 必自毙 我带下 和陆家一起不死 不行不行不行 你们不能等我 我是慕容脱海的人 他身后可是帝都第一家族慕容家 你们要送我 他不会放过你们的 慕容脱海 难道当年的事也有他的猜 你 你陆家恶贯满盈 当诸 而你陆言诚 我会让你求生不得 不得 不行不行不行 你们不能等我 喂 什么 妈 过了 现在请问警察 不 病毒 病毒 当时我已经看了 病不严重 可是我正当你应悦感病的时候 这个小护士 他就天亏把我给拦住 病不严重 你这个江湖狼中可真敢说呀 我们医院可是拥有最先进的医疗设备 这个老太婆内外伤非常严重 再加上年纪又大 最多也就半个月的命 这就是你说的并不严重 哎 你就是老太婆的儿子吧 我劝你啊 还是请我们医院的人来医治他 别请这些什么不三不素的人 否则给他治死了 就讹上我们医院 这是你们的付费单 你得赶紧给他充钱 否则这个老太婆 只能睡董廊了 我上次才充着了十万 这么快就没了 十万 你觉得这点够吗 我们医院可是江城最大的私立医院 里面又有最好的医疗条件 你要是没钱 别来啊 你 你什么你 我劝你赶紧把钱交上 否则我立刻把你老娘推到走廊上去 到时候断了氧气药品 看你这老娘的坚持多久 放肆 怎么说话 死这里厂子是谁 还能有谁 一个快死老太婆而已 这位江城最大的医护人员 这就是你的职业素养啊 你没钱别来治疗啊 你个穷鬼给在我们医院大黄军寺 有本事 你把这老太婆带走 你再敢侮辱我母亲一句 我让你医院讨备你信不信 你以为你是谁 你个穷鬼的让我们医院放肆 你我等着 我要你跟这个老太婆付出代价 我当时谁在这装逼呢 这不是我大学同学废骨灵凡吗 怎么要不然要到我们医院来了 对待病人冷嘲热 这就是你们江城医院医护人员的素质 多医生 这个人就是那个死老太婆的儿子 不知道从哪里亲来的江湖郎中 以为就能够医治好这个死老太婆 我好心催化他们 这还打我 哎呦呦呦宝贝 别烦 你他妈个废物东西 这个当我们医院的人 你信不信老子一个电话 没有一个医生敢碰这个死老太婆 你还把动我妈一根疼 我让你跟医院一起消吃一下 哈哈他几年了 哎 林凡 大家同学的异常 我也不是不接你 这样 你现在给我跪下 和三个小的头 再大声说三遍 自己废不果不如 老子一亲家马 抱过你了 我看一会儿该求我的事 哈哈哈哈 林凡 呦院长您怎么来了 你说您来也不说一声 我今天去接你 苏维萱 你以为你做的那点破事 我不知道吗 以前我念你娘是江神的王将 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算了 没想到你今天你这么大胆子 竟给我招惹这么大的麻烦 不是院长 都是最小的惹的事 他没钱就算了 他还在那边医院弄事 院长 一个人给我做主啊 闭嘴 林先生也是你能诽谤的吗 江淳 陈世民 拜见任先生 拜见师 你们两个还那里干嘛 还不赶念给林先生道歉 院长您是不是老糊涂了 他就是一个穷鬼 连这个色彩 我这边的钱都拿不出来 让我给他道歉 陆一轩 从今日起 你不要来上班了 你已经被江神医院出名了 而且在江城也不会有任何一家医院 敢收你 院长 我错了 我不该恐出完颜 院长 院长 我错了 林先生 林先生 林公子 林公子 都是我的错 我出我目睹 都是我的错 我 这点破事 自己错 别在这里丢人现 我 我 是 是 六哥 你可要为我做主啊 林先生 幸福如六 您母亲的病已经被医治了 我相信过不了多少十日 便可全 莫老 大恩不厌信 您的恩情 紧急于些 啊 林先生客气了 多年未见恩师 没想到再次见到恩师 也是这份成绩 好了 对话不多说 今天叫你来 除了处理这件匹夫 因为含有的事情 需要你去办 师傅请讲 我们刚刚到江城 里运的组 有一件事情 需要您立刻去调查 三年前 林家灭门残案 真正 当初林家被灭门 想必一定 其他势力的灾难 既然是师父 您的命 我自当 我竭尽全力 办好此事 提名抖轮 江城陆家被灭了 灭陆家者 身份为巡检司 另外 战争林凡 说 战争林凡 曾出现在江城 我们为首去一趟江城 告诉他 杀他哥哥的人 救他江城 拜谢大人 哥他的话就不必说了 大人 此次前来损何事啊 这不是你们该打听的 你们只管帮我找一个人就可以了 敢问大人 这个人是 林凡 大人你早就发现我了 你这个样子很难不被人发现 说吧 谁派你来的 陆家 黄狗 还是慕容家 你别怪我是那家的 今天 你必须说 究竟是谁派你来的 喂木楼 我这里有个人 暂时还不能让他死 需要你出手一趟 木楼 但也不是你 苏哥 刚平静的补静 又不乱 喂 队上 龟兽醒来之后打上了莫楼 前我夫人的住所了 怎么 啊 啊 没 这 我爹一现在就把你杀了 啊 别人啊 没事吧 毕丰 幸福总工 早死 今天 就是你的死期 你还记得一年前 为你杀害的鬼面吗 我所杀之人 不是害我派人最 主席 好个死亡主席 今天你去吧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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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贵 来密室 林凡 我要你告密 鬼手 我劝你还是说出幕后真心 我还能给你留一条全尸 别做梦了 我鬼手就是死 也要变成利贵的不成 放肆 接下之求还敢这么猖狂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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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冰粉 千万别把老子碰出去 我让老子杀你全家 我不管你用什么方法 十分钟后 是 好好享受你在人间最后的十分钟 你应该感到庆幸 你只有十分钟的时间 来体验我的手段 但是 我保证 接下来的事 将是你这一生 最痛苦的回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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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重 七品尊上 此人受过专业的训练 一直不肯说出他背后之人 究竟是谁判你 别忘了 他已经很为我受仇的 你和你的全家 都會為我陪葬 哈哈哈哈 牙齒中藏了劇毒 沒救了 要不要講你們不能跟我 我是木柱脫海的人 他想要給你第一家木柔家 你們要是跟我 我不會逼你們的 派人去查一下木柱家的動作 孫上 記住 此事不可聲張 你們順住 當初林家的慘案 居於時間比較久遠 更是有多股勢力 辱勞我們 最為嚴重 就是 江淳三大家族組 不過就算是王家 想要滅林家也不太可能 所以我判定 因為王家的身後 有更大的勢力在支持 林先生 是否需要我們出手 暫時不可 當初滅林家的背後是 我必須要親手將它滅 根據玫瑰提供的線索 王家的王三堅將上個隔天包吵 這倒是一個難得的好機會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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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幹嘛呢 這裡今天被王少包吵了 趕緊給我滾出去 我如果非要進 你幹嘛呢 你這裡今天被王少包吵了 趕緊給我滾出去 我如果非要進 那就只有打斷你的兩胳膊和兩條腿 把你給我從這兒扔出去 哎 吵肉 啊 再吵肉 我扒了你們的皮 快吵肉 不關我 是這小子 我跟他說了 這是您的地盤 他也要闖進來 小子 敢摘我的地盤抓你 你信不信 我把你大血拔壞拿重新餵狗 高八流 人名如三高 七歲 跟著江湖混混商 心死江湖 偷入獄 出獄後 統一江城黑道 後暗中投靠王家 三年前 跟著王露兩家 參與滅民民家的事情 知道我說的對嗎 誰 我 林凡 說吧 誰來找我 你又從哪兒得到你休息 你來的目的是什麼 我來 是想讓你幫我找一個人 你怎麼知道我去弄幫你 老八流 我不是在跟你傻 而是在同學 小子 我告訴你 這可是我的地方 這幾個人也想擺平我 有點開運 你不知道他們是幹什麼 我告訴你 這一定都是自由格局冠軍 不死的人 男人都不在酒店 我拿回來 現在 給你 小王 這可是我的地盤 這麼好 誰給你用錢 你就這麼相信你手上的這把錢 一個不法式的小垃圾 你信不信我手這麼一按 要你死命 試試 你這麼不法式 現在就打出去 現在 我來公布 別人 請你 跟我來公布 你 我去 我來公布 你 我今天来是想让你帮我找一个人 找人 找谁啊 王 王三金 小弟 今晚上放开吃看开喝都算表官大 谢谢小哥 看最小的 我不是啊 我给你一个盘子照顾上 王国 我可是你那人家 那不是拿你的脸吗 什么 林凡啊 你确定那个人叫林凡 我确定 他妈的冰凌本就这么写了 你过来 你确定那个人是叫林凡是吧 行 表哥帮你一声 表哥你真是人惨 我现在立法就举吧 王家少爷王三金 林凡啊 下去 下去 嘿 那句话怎么说来的 踏破铁鞋无名处 得来全都费公司 行 省得我去找你 我今天来就是想问你一句 三年前对林凡家动手的 没用 王家 就你他妈的废物也配来问我 一个狗都不如的人 虽然嘴这么 你看我只好用我自己的办法 说 那你他妈在这装什么 就你也配跟老子装逼 老子看不像陆岩城的个傻伙 能让你活这么久 好啊 我看看王家少爷有什么能力 能说出这一句话 就你他妈这狗都不如的人也配在我这儿商量 好来人 我说他干什么吃的 这么大一个大伙人进来 你们他妈没看到 受口他呢 换多失望 陈凡 这样 我再给你一次 一过贵 喝三个小口袋 继续我一干就把你给他 本来今天是没发散的 你怎么打的 老子让他吃脱了那个杯子 你他妈要干什么 我最后再问你一遍 三年前 对林家动手的有没有你们王家 老子是王家的人 你敢动手王家饶不了你 啊 我的忍耐是有限的 最后三名 如果你再不说 这辈子都没有机会再说了 行 老子告诉你 不覆灭林家的幕后争凶事 我在这儿呢 担住啊 林凡你是王八蛋 老子一想见个碎子吗 这王上 什么 林凡 你死定了 你知道这位是什么吗 这位就是江城黑岛之首 人送刀八六的刀哥 你敢惹他 你死定了你 刀哥 这小子敢在你地盘上闹事 你一定能给他点颜色看看 啊 林凡 林凡 你给老子跪下 搁三个响头 老子劝刀哥给你留个全尸 老哥 听说你一想都有 你那我这林响 由他 老哥 老 以后我这几生我打你一生 老哥 哎 能有我这一天 他就没有好 哎啊 大 哎 大 你这这爸你怎么才来呀 那个废物林凡已经开始调查 三年前对林在动手的背后凶手了 我们得赶紧抱上去 我爸当年就是把乙物抱在了清雪底下 现在你回来了 我们就把乙物拿走吧 好 好 你个宿宴然 这么久不见了 一回来就带着你这个下山的老婆来 天空下 我爱不爱不做 家里在啊你干什么啊 呦 这是怎么了 我 我想拿回爸爸的遗物 那点破了玩意我拿到先 你拿来干什么 哈哈哈 不就是那个摆地摊货的垃圾桌子吧 早就不知道被我丢到哪里去了 什么 哈哈哈 亲爱的你怎么了 哎 这是你妹妹吗 是啊赵总 你急点 哎 美女 跟着这个废物有什么好的呀 不如干脆嫁给我算了啊 这个彩礼三百万 只要你点点头马上打到你的账 多谢赵总好意 但是我已经有老公了 赵总是吗 我劝你趁早打消这个 那个人不学习 不是江城我惹不起的人是挺多的 不过这个类型也肯定没有你 李凡 你果然是个类型 你知道他是谁吗 他可是赵总 赵总 身价百亿 他碾死你 就跟喝水一样容易 嗯 低调的低调 这不是吧 年轻的时候不懂事 哎 他造就了这么大一份假业 美女 只要你答应嫁给我 我让你做我们肇事集团的总经理 怎么样啊 天呐 肇事集团的总经理 这年薪就有几千万呢 天呐 你就答应了吧 这可是天下掉下面的好事啊 要是 有人这样跟我求婚 我做梦都得笑小 你 你怕是到大家都没人要 别人 你放心 我肯定给你一个比赵氏集团更大的机会 到时候 钱 准备 哈哈哈 李凡 你个废物 我真敢讲话 你知道千亿是什么概念吗 恐怕 你连做梦 可没见过那么多的钱 废物就是废物 这怎么怕 你设得出口 我肯定给你一个比赵氏集团更大的机会 到时候 钱只不过是一个数字 我不管你说的真的假的 不过据我所知 在这龙国拥有这种能力的人 他不超过三个 巧的是这三个里他就没有姓林的呀 林凡 我的资产不过都在境外 我要享用 钱 林凡 你个废物你还在能催呀 你咋不说你是北京战争呀 我看呀 林凡这个废物还是个白日梦了 哈哈哈哈 哎 哎好的马上到 这么好的女人你是不配拥有 我劝你啊 就是 只有赵总碰到游戏了吗 谁就 这话说的对呀 今天晚上有点好整整的 啊 厉害了 嘿嘿嘿嘿 等着早晚你是我的 好 再走 再走 谁让你们走了 什么意思 天然 你就在家里做几天 我呢 给你好好的制办一些首饰 你也好疯疯帮帮的去到家呀 绝对不会嫁的 我已经有林凡了 就他 这个烂叶菜 得了吧 赵总给你三百万 还有赵氏集团总经理的彩礼 这是天上掉下饼的好事啊 你呀 就别做你了 你就乖乖的去赵家 你把赵总 伺候的舒舒服服 酥爽了 少不了你的好错 不合理 与 燕燃 我们走 陆许早 早燕燃 是我们家的人 你没资格带他走 今天要飞带他走呢 燕燃 你不是想要你那个 废物老天的遗物吗 你只要分分在家里待三天 你把它给你 林凡 我必须拿回我爸爸的遗物 好 燕燃 你等我 三天后 我必定让赵家当着你的面 下跪求饶 就你 你也配一副穷孙像 我要是你呀 我就找开地把自己埋了 省得出来丢人 尊尊 尊尚查清楚了 赵氏集团目前有赵家赵建国控股87% 剩下的13%被13个股东兴个 并且赵建国还是您属下巡检司的被选成员 既然来都来了 上去看吧 也不知道赵氏集团怎么得罪尊尊 站住 这里可是赵氏集团 可不是什么阿猫子都是来的地方 放肆 瞎了你的狗眼 你可知道站在你面前的是谁吗 给赵建国打电话 让他下来接我 是 谁大哥我没听错吧 他说谁要下来 我看啊 也不知道是哪里来的两个神经病 在这吹牛呢 我说你们两个知道赵建国是谁吗 他可是我们赵氏集团的大老板 别说你们两个就算是江城的总督 见到我们大老板都得客客气气的 就是就凭他们两个也配 谁呀 好好的 孙上电话站线 打 是没拨通呢 还是根本就没有我们大老板的电话呀 我看啊 是有人想在这里装模装样 想混取我们赵氏集团的机密 你们 我们先回去吧 明天再来 这里可是赵氏集团 可不是你们说来就来说走就走的地方 依你之间 这是简单 也好办 只要你从我的胯下钻过去 然后跪一下叫我两身炎烟 我就放你们离开 你 跪下可以 你去问问你的主 他敢让我跪 他妈别给你不要你 你以为你是谁 我看你是活力了 我今天就传军 住手 集团门口前打打闹闹 称何体统 郭总 只能在门口鬼鬼祟祟的 他就不是好人 住嘴 马上跪客临门 少生事端 村上 这人就是赵氏集团的老板赵建 情况你再要办什么 询检是一位成员参见青龙使大人 去调查一下青龙使为什么来赵氏集 是因为赵氏集 现在等我来 是 这场 走吧 哟哟哟哟 哟哟哟 这不是前两天在林家大放厥词那个废物吗 怎么着 今儿跑我这干嘛来 少爷这两个人一上午都在公司鬼鬼祟祟的 一看就想倾取公司的机密 放屁 就你们这扑公司 送了我都不要 哟 你小子艳福真不浅啊 前两天两个美人今儿就换了一个 怎么样呢美女跟我上去玩玩 放肆 再说过来我做了你的狗 我就是喜欢你这样的小辣椒 我劝你还是道歉 要不然后果自负 后果自负 我告诉你 你也不打听打听 这是谁的地盘啊 在这 我就是天 我劝你现在赶紧给我道歉 把这个妞献给我 要不然我让你下半辈子在医院躺着 你们两个干什么呢 还不赶紧给我撑 把这个娘们给我救提整网 快点 怎么样赵公子 还想在射 王晓 射你有种 有本事你别走我弄死你 哎呦 爸 这是怎么回事 不知道今天有贵客临门吗 还在这里打闹 秦龙市大人 这就是我儿子赵天成 啊 哎呦 拜天秦龙市大人 拜天秦龙 爸 你这么回事 这两个家伙想窃取咱们赵氏集团的机密不说 嘿 被我发现了 还把咱们的安保人员给打了 你说我还爱这么揍 你看这 小子 我儿子说的可是真的 是 你死后 你小子好胆量 竟然敢这么跟我说话 今天不管你是否窃取我赵氏机密 都不能让你离开 给我拿下 赵总 不查验赵天成画的真假就动 不怕被不容易查到 你二人气息我赵氏机密 现在还不赶快束手就擒 既然这样的话 赵氏集团不说么放过 笑 在秦龙市大人的言说话 你敢如此放过 我上 你 你 我现在可是秦解释的正式成员 你敢对我动手 就不怕秦解释报复吗 我们很快就会再见 你 走 秦龙市大人说 把赵氏集团给我处理干净 明天之前 我要拿到他们所有的 是 是 燕燃 等着我 老板 老板不好了不好了 只在前四个小时 我们的股票已经跌破 我公司已经 是谁 是谁在送我们赵家 赵 你 你到底是谁 竟然在赵氏说这种事情 叫不乱行解释吧 四件四办事 现在让人的退下 赵氏总裁 很 很快就不是了 你赵氏偷税漏税 还欠银行五十个亿 现在 你赵氏集团的股份 已经自动作为代管 抵押了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有了 赵氏集团以后不是 明天开股东大会 所有人必须参加 新老板就来了 精神点 坐好 哟 这不是昨天的小偷吗 正愁昨天的火没出仨呢 这就自己司会我们来了 你们两个明天开始 不用来上班了 什么玩意 敢来这里装逼 你以为你是赵氏集团老总的 他怕是脑子有病 把自己当做赵氏集团的老板了 我如果真是 你要真是赵氏集团老总 那我还是赵氏集团老总他爹呢 哎 别烦 你个废物还敢存下在这呢 赵总 这小子脑子 你别和他一般见识 你们俩把他给我看住了 不要让他记住了啊 你看 你是自己走呢 还是我们请你走呢 我到了 下里接我去 是吧 你不是说你是赵氏集团老总吗 怎么连自己的公司门 都进不去啊 你们两个还是想一想 一会儿怎么能赵氏集团 你说的不会是赵氏集团 赵建国赵总吧 你也配 他可能价值数十亿的公司 也是你一样的垃圾 造的出口的 希望赵建国来的时候 我们不要求你 你要是能让赵总出来接你 别说求你 我直接倒立我坑 冰总 冰海呢 你们两个保安不让我进 是你的意思 还是赵总 冰总 冰总 你们两个现在开始就不属于赵氏集团了 现在立马滚滚 你看我这样处理何事吗 你俩还不来 啊 你怎么混进来的 那他妈是你做的地方吗 我站起来 不是要开股东大会吗 开始了 你以为你是个什么东西啊 还开股东大会 你以为你是我们新老板啊 出家 你对的老板就是这种态度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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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凡 我看你是疯了吧 这样啊 要不是看在你女人马票跟我的份上 哎呀我就饶了你 你现在给我站起来 我磕九十六个响头 不然的话 嗯就这 不够怎么不够啊 哎呀 更土塞子 反了你了 面对林总 还敢大放厥词 什么什么林总 林凡林总啊 林总前几天 刚把我们公司给收购了 现在赵氏集团 已经是林总的了 不可能 爸 你骗我的吧 就这个废话 他怎么可能收购赵氏集团呢 尬你的狗眼 你个孽子 还不快去给林总 赔你道歉 哎呦 真该死 对不起对不起 真是我 耶这个永远不是泰山啊 我就没认出您的真实身份啊 里边去哎 我记得在林家的时候不是这个人 哎呦呦 林总林总真对不起 你说我 我这这千错万错 我怎么能对您的女人动手的 您放心 对不起 我马上就去给他道歉 现在我们来谈一谈赵氏集团的发 我这一谈赵氏集团的 苏妍然 我虽然是你的季 但是 我对你还是挺不错的 你就这样对待我们了吗 你苏妍然就是个不知廉耻的贱女人 在外边到处勾引野男人 带坏我们名声 就是可怜了我这个冰淨欲减的大姑娘 因为你 到处为别人出钱 那是你们自己的选择 与我何干 苏妍然 你这白眼呢 我们对你这么好 你就自然对我们的吧 让我偷偷偷偷偷偷我爸的遗产 可不是这么说的 你苏妍然 我是不是给你脸了 看我怎么收拾你这个皮子 我一会回来再收拾你 还人了 苏妍 这不是自好公子吗 赵总 你是不是来找妍然了 你放心 我明天就把妍然给你送到照项 没事 谢谢 哎呀你说什么呢 我 我怎么能对人家苏小姐有什么想法啊 我不过就是来送公司一交合同的 合同呢 请苏小姐接受 公司一交 苏小姐 真对不起 我昨天我真是吃了豹子的 我居然敢对您不敬 我真该死 如果您大人不记小时候过 您就饶了我这次吧 苏小姐 从今天以后您就是公司的总裁了 这个您放心 您的所有事务 都由我们的员工替您交接 我也相信在您的代理下 我们的集团 以后一定会更好 是不是 天然 既然 既然造公子让你接管造势集团 那你就惊下来呀 你可不要辜负了造公子的一片苦心 哎就是就是啊 这样的好事别人想都想不来呢 哎你怎么还在眼地不动呢 这是真的吗 太好了 我终于可以和林凡过上好生活了 我得赶紧告诉林凡这个好消息 喂 年凡 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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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不用我自己來就行了 你現在沒多少存款 還是不要浪費錢了 呦 我說怎麼進來就人家一堵臭啊 原來是有垃圾丟在這裡 蘇溫軒 你這是 當著小白臉了 也是 你這張臉呢 不當小白臉 我可批了 你說誰呢 當然說你心中的小白臉了 弟妹 好體力啊 這麼多男人 你都遭受得住 你 蘇溫軒 你是不是又想給救我 我好怕怕呀 蘇溫軒別太過分了 我不是 蓮然 你養他都不如我養你 我給我爸打個電話 三分鐘就想把他到賬 你吃到你這個廢話都 那不得被餓死啊 哈哈哈哈 蓮然 咱們不跟狗一般見識 人媽說誰是狗的 給我來十條不同款式的鑽石香料 我要給我老婆當禮物玩一玩 林凡 你是不是瘋了 你知道這一個鑽石料有多少錢 這輩子都沒見過這麼多錢 您確定是要嗎 確定 請稍等這數額太大了 我得打電話叫經理 林凡 這家店裡經理我認識 就別在這裡裝病 你別說是十根 就算是一根 你傾家蕩廠都買不起 李凡 這條項鏈起碼要五十萬左右呢 咱這 放心 我還沒送過你禮物 這只是一個開始 哈哈 林凡 就別在這裡搭 胖子了 就你這上三落的孩子 能買寫著店裡的袋子 你怎麼搞得這麼輕一點 哎呀蘇公子你能來我這兒 小店真是彭必生輝呀 在愣著幹什麼 趕快去給蘇公子氣呼好茶 是是 蘇公子聽說您要買十根鑽石項鍊 是不是啊 啊 我最近可沒那些小錢 那是誰要買 啊 那個婚人加起來 兩百塊錢都沒有的同位 你媽的不著你的臉是不是 這種人他能有錢買 你今天公司閉上了 對不起對不起經理 我馬上把他趕出去 沒聽見我們經理說什麼嗎 滾啊 害得老子丟了一天的工資 你這種社會的殘渣 就應該爛在你裡 我說了我要十條菜 行啊 行啊 在我們這兒買鑽石可都是要厭姿的 你這個窮鬼能拿得出來嗎 床繼續說 你在北京這件錢當野狗 你要是持就錯了 還能用錢 你要能買的錢 喂 蘇文軒你一不說話沒人安排 你要是買不起 我讓你知道蛙兒為什麼這樣 咱還是走吧 我說了給你買禮物 就一定會 對不起先生 是我有眼不識泰山 您的項鍊已經在包裝了 請您一步會兵士 操操片盒 你是不是搞錯了 他能買得起 你們是被騙了吧 俗公子 我們這兒的燕姿肯定不會有問題 請你不要對我們店裡的尊貴客人無理 否則我們店將會幫你拉進黑名單 行 好你你們 我等著 林先生這邊請 林先生您的石膠項料給您包好了 我們就先走了 好 哎林凡你哪有那麼多錢啊 林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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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媽個廢物東西 趕讓老子到燈光那家出醜 看我今天不把你石打出來 有上 把腿給我打斷 讓他趴在地上 看我怎麼把穿浪燙 哈哈哈哈 吻軒 找死 是不是 啊 哎 怕了 跟你爹說話拖延時間的是嗎 喂 帶幾個兄弟過來 幫我處理一個垃圾 撞你媽呀 行 今天老子在這走 看你十分鐘不來人的 我讓你跪在地上錢我 立法 要不我們還是算了吧 別怕 就這幾個 不看 來 找不到 找什麼火 今天我把你工程打斷 記著你媽 我上 啊 什麼自以為是在垃圾都能上街了 你 為什麼 另外你要幹什麼 我告訴你打人可是辦法呢 找廢話 給我倒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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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後出門 長點兒眼 爹他媽總把自己當成了人物 啊 走 哈哈 哈哈哈哈 立法 我洗完了 憲然 以後 你就住這屋吧 手 гр 私人 有三批貨物的馬都被扣下來了 什麼 是王家 他們在海關舉報我們郁夫 馬路夫 需要絞談保證經掉的交貨物 怎麼辦啊 因為這次扣留 我們已經抽獲給合作方的交貨時間了 違約可是要非常 不可憐的 保證定多少 八千萬 你付錢就根本拿不出啊 你別急 這樣 你先拿著公司的資料平常貸款 不管怎麼樣 我們先把貨物扶回來 客戶那邊我會去道歉 希望他們能夠寬容 不要算我們違約才是 去吧 喂 喂 劉總 劉總您先別生氣 那個貨物我們馬上就能取回來 您能 再關上我們一兩天嗎 我好了苏总 我们公司被各大英雄都拉入了黑名单 是不是想好愿意给我们贷款 可是什么快说 可是对方黄正英雄 你今天吃一个晚餐 这 这 行 一切以公司为重 你约好时间 我晚上过去 苏总 来 快请坐 江厂长 我们公司那个贷款 先尝尝 我刻意好久 来 来来来 苏总 祝你 挺过这次难关 苏总 看来你是幸福在下呀 也吧 那在下 先喝一 我 我 就 我 我 你 我 你 我 你 公司的贷款什么时候可以下来 哎呀贷款的事不着急 这可是我特地好不久 来来来来 来来 这这酒 叔叔 咱们再来喝一杯交杯 这这酒 现在才知道这酒不对啊 这酒啊 可是我下了猛药的呀 啊 那你 你是说我为什么没设施 我是提前喝了解药的呀 江校长 喜欢你喝很久了 叔叔 江校长你别哭了 姐来了 就别走了 这 我干 回家 喂 不好了尊主 你手下汇报 夫人她在江城大酒店和江航行走攻击晚餐 叫我们的畜生图谋混轨 什么 我 用你死 你这个臭包脸 别脸不要脸 没有肚子 破了公司早晚得玩 你 我去快快撑 老子 不然的话 你只梦 别怪老子来硬的了 江航长 江航长你这样做你双子要报应的 报应 老子从来就不相信什么报应的鬼话 你放心 现在 就让你好好享受享受 江虎 你 你 他妈谁呀 你们给我上啊 把那都废了 你怎么才来呀 你到底是谁 我 一介冯林吧 什么名字 什么名字 他妈敢穿老子保健 我知道老子是谁 我你是谁 我只是想带我老子回家而已 哦 你就是苏燕然传说中的那个窝囊老公是吧 嘿嘿 苏燕然跟着你 只能受 还不如跟我 苏燕然 要不把你的窝囊老公拽来跟我吧 跟着我 你要什么名牌宝宝 我都给你买 怎么样 你滚 穷鬼 果然是穷鬼 戒斗这么低 跟着你的窝囊老公 睡潮头去吧 像你这 你永远别想抬起头 这样 你现在 从我这钻过去 一边钻 一边学狗叫 我就给苏燕然吧 不然的话 火一声令下 整个江城 没有哪家银行 敢接待你 找死 就你这个窝囊 还敢在这儿跟老子找你 兴兴 废了你 明凡 你你你你你你不能动我 你动我的话 刀疤流不会放过你的 你的背后是刀疤流 对对对 我的背后 江城黑道武大 刀疤流 动我的话 他不会放过你的 现在 你给他打个话 哎 林老大 我是江直银行行长 哥把刘 我林凡 哎 林老大 我是江直银行行长 哥把刘 林凡 哎呀 原来是大爷呀 有事您说话 听说江行长是跟你混 有这事吗 不可能 我从来就不认识叫江红的 大爷 这小子是不是恶都你了 要不要带的人上门把他剁了 你背后还有什么 要不要一起去叫他 巡检司办事 大爷 这疯子不知道头哪来 闯入我的包间 还打伤我的手下 赶紧把他抓走了 你 竟敢污蔑尊 尊主 尊主 他说的应该是我 外界尊主 巡检司 尊主大人 江红 如果你不能獲得尊主的原諒 那你的銀行也沒有存在的必要了 不敢不敢 尊主大人 求求你放過我吧 我上有老下有小 你就看在我每年為江城拿罪 數百億的情況下 你就饒了我吧 死罪可免 活罪難逃 明天 我要你帶著四大銀行 親自去肇事敵團 并且每家銀行都要對肇事公司 同地相助 此事之後 再讓我看見你在這個位置 過微作福 我絕不饒你 不敢不敢 記住 胆敢泄露我的身份 我讓你死無全屍 啊哎動他動他 哼 耶沒事吧 好熱 嗯 哎沒發 我想好熱 好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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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熱 蘇總王世傑跟他王總來了 你看你是在不意識接待啊 還是在這 王三金 他來做什麼 讓他進來吧 好的蘇總 哈哈哈哈 哎 你這個心口真夠大 這公司馬上就要倒閉了 你還有心思想讓我玩個東西啊 啊 你他媽也是個廢物 他要靠女人來呀 結果怎麼著了 蘇燕燃的公司也倒閉了 哈哈哈哈 王總 你來這兒是做什麼呢 哎呀 兩件事啊 這一呢 肯定是要 收留你這個不如我街頭的小美人 二啊 我要看這個廢物絕望的臭嘴臉 說呀 你們這公司馬上就要爛了 你還轉他媽什麼勁啊 我王氏集團還是江城的龍頭老大 你們 老子一跺腳就能給他臉咯 嗯 我給你 我給你 啊 讓你這即將倒閉的公司闖闖氣 當然了 借錢肯定是有條件 你得帶給你 你跟他看什麼 看什麼 你也想參與啊 啊 小 我給你留個觀眾席 王和錦 你別太過分了 我過分啊 我過分嗎 你們公司馬上要倒閉了 我看每家銀行才肯借給你們 也只有我我能幫你 王三季 你家沒鏡子你自己沒有尿 尿 你媽的靠羽人眼我都廢 這有你說話的資格嗎 老子有的是錢 你媽有什麼 你也只有一兔子的窩囊氣了 哈哈哈哈 王三季你別太過分了 呦 小川征服他 不過我還喜歡你 怎麼那麼久 你做夢我做夢 啊 你現在公司馬上要倒閉了 你公司垮的那天 就是你在老子胯下哭的那天 你相信江黃的房長求見 請他進來 哈哈哈哈 蘇晏然 沒想到你的公司這麼快就破裂了 想看我在這有好戲看了 江科長 所以要不然你現在就跪下來求我 然後呢 馬上再買了點新感的衣 我就借錢給你 王三季 你別在這裡大言不慘了 我可江科長可是好哥們 只要我跟江航長求求琴 他也許能饒過你這回 是吧江航長 蘇總 之前的事情啊 是我們做的不對 今天啊 特意來抱歉 對不起 對不起 蘇總總對不起 您公司貸款的事 已經下放了 以後有什麼需求 您儘管找小的 哎找我我也可以給你發貸的搜索 綠綠綠綠綠賬花了 你 哎你是不是找我找我 哈 你不是不是我給騙了呀 這破公司能帶那麼多錢 蘇晏然 你老實說 你計較一塊的資料是不是作假了 這可是要坐牢的 說什麼 查查 你可得好好查查這蘇晏然的資料 別被他給騙了呀 王公子 你莫非說我眼瞎 沒沒沒沒 我絕對沒有這個意思 張和尚 你怎麼能這麼說呢 蘇總的資料我親自是 絕對沒有問題 倒是你 王公子 我怎麼了 我可發現王氏集團的資料 有不少漏洞 王公子 也是一下吧 沒錯 我好像也發現了王氏集團 貸款資料造假 已經取消了對王氏集團的資金 這不可能啊 江校長 撩了我這回啊 就讓我這一回行嗎 你跑自為之吧 江校長 蘇晏然你這個王八蛋你這個臭婊子 你聯合江校長一起找我是吧 好 原來你跟這個江校長早就有一腿了 你這個臭爛貨 王三七 說話是要講這句嗎 這證據 哈哈哈哈 你這個廢物老公就是真 哈哈哈哈 林凡 你老婆被多人睡過你知道嗎 啊 你還好意思在這玩遊戲 哈哈 笑死人了 你花的錢都是你老公賣來的 我 我 三七 之前我沒把你放人 現在是你自己找死 不要打了不要打了 給我滾 你他媽打我給我等著 林凡 王三金不是我們可以惹得起的 放心 雁然 我可是北京戰尊 你 哎算了 下班吧我們回家 好 好 好 伯母要我們回家吃飯 說有貴人資助我們 我跟你一起去 七學姐我們來了 你搞什麼呀 我叫你來吃飯 是有貴人資助我們 你怎麼把這個喪文獻也帶進來了 林凡是我老公我當然要帶他來了 就他這個窮鬼 哎呀 算了算了 待會兒你可千萬別這樣畫他 你怎麼把這個喪文獻也帶進來了 這位是蘇燕燃蘇小姐嗎 你們之間可以好好談談公司的事情 如果合適的話 那麼更好嗎 啊 你好吳總 啊好好滑 哈哈哈哈 我們吃點水果吧 這就是你說的貴人 這位是 林凡這裡有一點多自己的份嗎 哎呦 吳總 真不好意思 這個人呢 就是我之前跟你說的那個人 哦 你就是那個又髒又窮 穿著燕燃放的 勞錢 對呀 流落北徑回來的 都是些什麼人呀 大家呀都知道 回來了以後啊 死不要臉的纏著燕燃 狗看了都覺得害臊的 哈哈哈 可不是嗎 有娘生沒娘養的 吳總你吃點水果啊 換菜馬上就好了 哈哈哈 來 林凡小姐 啊謝謝吳總 天安陽啊 吳總的公司剛剛上市 市值有二十個億 你可要好好把握呀 只要吳總同意跟你合作 你可就發了 哈哈哈哈 要說蘇總公司的軍期 遇到一手麻煩 跟你合作公司的劉總 那是我的朋友 違約的問題 放心吧 你應該怎麼叫蘇總公司 除了 吧 阿蘇 這天的 你叫 Philippe 你叫蘇總公司 你叫蘇總公司 秦蘭 你叫蘇總公司 你不放是不是沒有錢呀 拿去以後別纏著依然不放 就五百 你也就這樣 嫌少 給你這個叫花子 見過這麼多錢嗎 別給臉不要臉 要不然我讓你恨我 魚爸 幹你肥了嗎你 該敲詐吳董什麼你敢敲詐吳董 哎燕然你看看 你看看那一副挺酸樣 啊 他們說的是真的嗎 燕然我沒有 燕然剛剛我給了他五百萬 他居然還行不夠 還想找我我又有錢 雷凡 你是不是窮瘋了呀 燕然這麼對你 你滿腦袋都是錢對吧 燕然 你還想搞便宜嗎 我和媽竟然看到 你找吳董要錢 你還在這兒裝什麼裝 你快 不滾 你快 還在這裡我給你跪錢 不滾 快滾 這個窮瘋蛋 快滾 吃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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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看 把芒蕭 別哭了 這個世界上 所有你值得負責 來 副總你請 哎呀來了呀來來來快來快來 坐坐坐哎 劉總啊 不是你沒事 回拿個小姑娘幹嘛呀 對不起啊劉總那批貨物 早說你認識吳總嗎 是不是啊 這批貨我一見我就不收你的了 不不不穩約金是一定要給的 就是劉總您下次繼續找我合作 哈哈 蘇董來喝一杯 蘇董不喝 看不清我們兄弟倆啊 哎不是的不是的 我只是不勝酒力劉總啊 照我看來 蘇董就是看不起我 這違約金嗎 好 那我喝一杯 哈哈蘇董大氣來 喝一杯 蘇董蘇董 對對對對對 好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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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再喝了 蘇董海料來 蘇董 蘇董再加一杯 蘇董再加一杯 對對對對 好 海料 來再來一杯 好海料來再來一杯 蘇董 蘇董海料來不能再喝 哎 蘇董 你喝醉了 我送你去酒店休息吧 哎呀蘇董 你這怎麼都還送棒啊 這兒就別回去啊 我開房了啊蘇董 我自己喝一會 蘇董 我就是這兒睡吧好不好 哎 走來不走 哎呀 嗯 哎 林老闆 不好啊 蘇董好像被兩個男的給拖進房間了 啊對對對 我我怎麼來 你先來還是我先來 你先吧 我有潔癖 你洗個澡 想丟人 你先洗澡吧 先來 哈哈哈哈哈哈 誰啊 住手 我警告你啊別碰我們蘇董 幹嗎誰啊 媽 什麼編三也敢來裝英雄救美啊 我透了我透了 你 您慢慢享用我給您 報分好不好 又水的砸 每次都兩回老做好事 你信不信我今天把你兒子廢了 啊 你他媽 啊 啊 找死 武丹你完事沒 我透你他媽誰呀 你 操你爸的臭婊子 你他媽完了 讓白老子一動 嗯 你走看 我要我老公 乖 我求你老公 天然 我點頭呢就不難受 不是 你 你 你 對不起 我不敢罵你 不敢懷疑你啥 我怎麼怪你 電人 把早飯吃了喝那麼多 還是火的 米凡我昨晚是怎麼回來的呀 我還沒想到 劉總 劉總不是的你聽我解釋 林凡怎麼辦呀 劉總要告公司違約還要終止合作 沒事 交給我吧 你能怎麼辦呀 哎呀 嗯 小心 蘇總 怎麼辦呀 劉氏集團已經給我們公司發文書 說是不跟我們合作了 我會想想辦法的 不是我說啊蘇總 現在因為劉氏集團 我們公司許多股東都已經表情書不滿了 你讓我想想吧 蘇總 不好了 王三斤那個卑鄙小人已經開始私下收購 咱們 公司股東的這個股份了 這樣下去咱們公司就完蛋了 怎麼辦呀 王三斤他怎麼也掺和進來了 哦耶哎 不解決了 快算了 劉總 你們公司不跟手規定已經形成了違約 今天我就是來要我月薪的 並且跟你們結束合作 另外 你們這種垃圾公司 我已經把行為發到網上了 你們這種公司在這已經混不下去了 對不起啊劉總 要不 您想個補救方案 我一定會執行的 補救怎麼補救 昨天那老大貓把打人仗子怎麼補救 今天老子就是要賠償 好吧 趙家 打款 蘇總 照我說的做 我今天有點累了 你幹嘛呢 今天有點累了 要不我先回我家吧 你是回去 你是 蘇彥然 你看看你 我好不容易給你找的最好的機會 就這麼被你送走了 清學姐 那吳總和劉總管拉就不是什麼好人 雙場如戰場 善你這麼單純就該機死了 請請你就別罵我了 你就該罵 我們清水這麼辛苦的比你綁大 你就這麼不分析 白費了我們的一片苦心了 就是嫣然 像你這樣我可幫不了你了 叔叔 叔叔不不好了 不不不王三進呢 王三進 叫你疼 王三進 公司完了公司完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肇事集團早才啊 可不是你這個賞家之犬說了算 王公司你 看 你一個人自己公司都守不住的豬鬧子啊 哎我要是你啊 乾脆就找個人面具要上吊散了 哈哈 蘇元然 我來呢 我來呢是為了告訴你肇事集團的股份 我已經通過木棱站的光系 買到了百分之五十 現在這公司 好不是你一個人說了算了明天 外國的房間不公打回去 要不然的話 這公司可就是我一個人的了 你們 哎呀 說來也怪 又怪林芳那個王八 要不然的話 老子還能將你想又想又再叫出去嗎 你放開我 你放開我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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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慕容家有令 明天之前 極調將蘇元然 送至帝都慕容家 不然的話 林家的下司 就是你們的下司 嘿嘿嘿嘿 啊 蘇元然 明天 一定要記得參加股東大會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是真的嗎 我可是有錢 哎 楊楠你趕緊去去 我不去 我不去 別不去好歹 家裡有你這麼大 你還該回報我們了啊 你搞黃了吳總 這是最大的機遇 你可去啊 我家就是最好的快速 快點去 你哥 金哥 我家宴人就交給你了 金學姐 哈哈哈 手上看 啊 哈哈哈 哈哈 清晰等你從地都回來 一定 第一時間去找你 嗯 好 就喜歡你個小男生 走了 你 你信不信老子在車上就把你放 對你童話也是個破竊 好了地都也沒人發現你沒事 後面走開 哥哥你搞快點 我能力地都還用暗的呢 一會兒換我坐候補 哈哈哈哈 你離我讓你走開 是 喂林總不好了蘇總被帶走了 說是要被帶到帝都慕容家啊 姐啊 用 你 尊上這是夫人的位置 快快 我開到最快 要是追不上我要了你的腦袋 你沒有看我啊 我逃我那車 看見王三斤的車立刻停下來 我捉王三斤 我看你能裂到哪兒去 我看你能裂到哪兒去 來 怎麼 我我你說孟哥有在追咱們 讓我快點啊 誰啊 是你把 操一魂不散啊 你們幹嘛 趙天誠 老是把你的股份給我交出來 不然我可給你客氣 你們想幹什麼呀 你們居然敢背叛輸走啊你們 哈哈哈哈 你少在這給我假星星的 誰不知道你就是一隻劍風師多的 我 快交出來吧股份 不然 不然怎麼 嘿 天主 鬼手死了 我也犯傻 我 我肯定要你下令 讓我去騷擾了靈魂 你死了 我你死 哎 老闆哎 不好了 這個公司有人講咱們公司的股份 50%賣給了王公子 這個王公子 現在是咱們公司第二大的股東嗎 啊 是啊 而且這個王公子的命運 還說了 明明明明明天的股東大會 蘇總和王公子都必須得參加 來決定公司未來的歸屬 如果如果明天不來的話 這個公司可能就是王公子的了 而且蘇總還被他們帶走了 我現在不是不是不知道怎麼辦 啊 喂 喂 林凡是吧 你是誰 你不要了 哈哈哈哈 我是誰 我是你殺掉了鬼手的兄弟 李延榮 林凡 把你的脖子洗乾淨了 等待你爺爺來取 至於這廢物 死了也無所謂 喂 林凡 你立刻帶一堆人回去 把公司的趙天成救下來 再把一個叫鬼岩樓的家伙給控制去 是 尊上 繼續給我追 天然 一定要等我 啊 哥 你搞快點啊 你這麼急了 叫我這麼急 別這樣 別這樣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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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哥 老哥 臭 你給老子你兩次要你 你老子好想受的 臭屈 老子你幹什麼 臭屈 啊 啊 尊主這馬上就要到帝都了 怎麼辦 到了慕容快的地盤 就回夫人南上加南繼續追 老哥 王山接了 你把什麼 王山接了 你把你 啊 啊 狗打狠糟糕 臨發 你怎麼打老子 說這 他出多少錢賭你我出雙倍你打他 閉嘴 臨發 老子背後是慕容家 你他媽敢打我 老子一定要動死你 把你倒在你下來當煙火 你別以為你拿著你的錢 負著這兩個人 都能鼓動我們兄弟倆 你一個大腦就是大腦 就請我們就讓你 我剛才收到了玫瑰的許可信號 但是我再也放他了 啊 你 好 住手 喲 你好 我還在中平中意嗎 連一個屬下被我抓了 我親自來救 你別跑了 孫主 快 快逃 沒關 還死的 竟然打上我姐妹 給我死 來 沐浪 怎麼樣了 尊主無礙 只需要一個星期條理 便可痊癒了 好 尊主 行了沒怪你 是我無難 尊主 夫人在隔壁也醒了 但是千萬切記 絕對不能劇烈運動 其他的 完全沒有什麼問題 辛苦你了 莫容 最多了 您客氣了 委員長 立凡 你去哪 我要去參加公司的股東大會 趙家已經給我發消息了 說王三斤他們都已經到了 而且好多股東都偏向他 我必須要去 來 我就不用被放了 什麼 沒什麼 我陪你一起去吧 好 坐 嘿嘿嘿嘿嘿嘿 看來這蘇妍然是怕 不敢參加咱們這次的股東大會啊 哈哈哈哈 就那個女人 她懂得什麼管理公司啊 還得是您 哈哈 那是自然 哈哈哈哈哈哈 是啊 只有王總 才能代理我們公司 做大做強啊 啊 通過這次的股東大會 蘇妍然既然這麼當下 那就足以讓這些沒有把股權賣給我的股東們說服他們 是不是 跟著那個賤女人能用什麼前途嗎 哈哈哈哈 別生氣啊 那幫人呢 那幫人呢 就是國外科人的啊 不 不吃豪的 不得 風總 上一次那個興宿的女人就把劉總家的活動給搞黃了 還賠了好幾個億出去 那我說啊 這個女人就是個上門新 哈哈哈哈 對 這是說什麼也不能讓那個女人做老闆了 我同意 哥 辦事 哎 哈哈哈哈 哈哈 嗯 這什麼是誰呀 那天啊 你也一口 哦 明明知道公司不待遇你 你還好意思來參加普通大會 哈哈哈 你是真的馬上蹭啊 你說什麼呀 這上門新怎麼又來了 這再公司一天公司就虧錢一天 你胡說什麼 公司的虧損都是王三騎這個無恥小人在背後陷害 你個賤人 你這個嘴是跟你這個身子一樣髒啊你 我跟你們講啊 大家千萬不要相信 就這個一個女人才慢慢不放鬆跟野男人的 哎呦 不能用這個女人足夠為心子 呦 上次我還看見蘇烟男人在外面喝的爛醉 被一個莫女男人報一個酒店 你可別待在這個屋了 我還怕得傳染病呢 別忘 還有百分之五十的股權在我收 到時候誰是老闆 不一定 你們這些牆頭草 一個都別想留下 呦呦呦 還威脅上了 哈哈哈哈 你把 你他們說奶人種奶奶菜呀 種什麼死啊 你這是誰呀 你也可以在這兒給我吃熱甜甜 我增大你們的狗眼 看清楚 哈哈哈哈 你根本什麼呀 哪個小卷模狗買的 拿出來虎人呢 哈哈哈哈哈哈 不食貨的東西 這是戰尊 我 戰尊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北京戰尊 哈哈哈哈 黑板 你又是北京戰尊 我就是北京戰尊他爹 哈哈哈哈 我這群不食貨的東西 哎呀 說著大家都知道你這個廢物 你又何必裝這個一人之上萬人之下 仗尊 啊 拿著 出去買點吃 哈哈哈哈 哎 林凡 你說你一個廢物 在我面前裝逼 哎 你是不是說那些過期東西吃壞了腦子啊 哈哈哈哈 你們倆 今日之入我自己 待到他日我必百倍奉獲 嗯嗯嗯 嘿嘿嘿 我說林凡啊 這樣 你現在呢就竹捲買瓶酒 都喝嘍 何況之後你就說你是玉皇大帝王母娘娘都行 哈哈哈哈 多喝點 你不死人了 就趁著把我免掉了 哈哈哈哈 我是北京戰尊 知道國軍 何效 你一定買過真價值 你媽 你他媽還北京戰尊 你連給北京戰尊提鞋你都不配 你要是北京戰尊老的就是護國龍 你們 行了 我罵你 哈哈 林凡 蒙三斤 我獻你三日之內停止對燕然的針對 並將股份歸還 另外 你觸犯老龍國的律 我獻你在三天後的股東大會 讓你也親自來道歉 你 發達做你的春秋大夢啊哈哈哈哈 但也三天之後 我害你這 走 這人真真真真真真真 走了他你就別回來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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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凡你也太衝動了 什麼北京龍軍也太天方夜壇了 還說什麼讓王家主道歉 哎呀我都不知道怎麼辦了 好的玫瑰 你先處理一下 林凡然 安心嗎 還會進去 那個林凡 果真拿出了戰隊令來 哎呀爸你管這些幹什麼呀 那肯定是假的呀 那林凡誰不知道就是個廢物 他不用擔心 他敢冒充這個北京龍軍 他就得受到懲罰 那麼咱們開完孔大會 咱們就把他們抓起來 到時候送給孔蒙大人 沒準啊 那進咱們一功呢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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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嚇到沒什麼 你看呢 我沒來 你老皇哥 他要你老公 我老公 老公 你老公 你老公 我老公 你老公 你老公 犯上傷了我二人不說 還冒犯了龍君大人 罪該萬死 龍君大人寬虹大量 不是讓你登門道歉 你還不知罪 敢問龍君大人是哪位啊龍君大人 自然是你一而再再而三冒犯的那位 那倒是 銀凡 住口 竟敢主稱龍尊名會 我真是他 也許是超神的 武功大會前 住哪都別去了王家族 我不去我不去 王總公司就靠您了 是啊王總以後我們可都仰望您了 過獎了過獎了 好不好什麼一個沒有依靠的狗 哎我勸你啊還是趕快歸宿我吧 你做夢 上家之拳 既然這蘇妍妍都沒有來估計已經放棄了 不知道在哪坐著縮頭烏龜 那麼我宣布 新集團的領導人是 林法 誰給你的檔子你還敢來 王三斤 我說過你之後 說什麼 你不是讓我 我不回來道歉嗎 來了嗎 就是 你以為你是誰啊 你讓我爹給你道歉 我爹也是你能隨便請得了的嗎 誰說我叫不動王偉國了 哈哈 你敢知乎我爹的名字 你算個什麼東西 王三斤 話不要說的太美 有時候打臉 我已經來參加股東大會了 現在開始投票了 哼有什麼好說的 我投王總 我投了 我投了 看到了嗎 杜元然 你還有什麼話要說 你們都支持這個職位 在背後搞小動作的人 王三斤 你真卑鄙無恥 我卑鄙無恥 你拿出證據來 好 林法 你也是啊 前兩天不是說 讓我爹給你道歉嗎 我看你也只會說那個漂亮話 你倒是讓我爹給你道歉呢 就是 黃露丁的羊花廠呢 道歉 假位子都不可能 笑死 讓王總的父親給你來道歉 你算什麼 平息是條狗 林法 我算是把你看破 你呢 乖乖收點東西 跟鳥婆睡大劍 還有你蘇嫣然 你看什麼 你別以為你這樣就過去了 啊 你個瓦巴大 老不要讓你搞到親家蕩場 配到賣生配到萬人急 王大軍 我也不怕 我說蘇總 啊 什麼東西 我問你什麼什麼東西 當然是這個最終 你怎麼坑害公司的 我忘了 不可能 什麼證據 這他們是假的 是真是假 自己不知道 不可能 我哥都是這麼一片 怎麼讓人會這樣關了花表 啊 你一個蠻蠻 什麼東西 什麼證據 全是假的 嘿 好騙子 王三斤 我就知道是你啊 像你這種破壞公司利益的人 不配置我們的老總 哎 那個 我們這次蘇總 我們走走走走走 郭台 你們這幾個吃力的爬壞東西 我給了你們多少錢 王三斤 你居然用收買的方式來算盡 我們公司 真不要令 你罪口烹人 不要相信他 你大家千萬別相信他 這一派胡言 王三斤 今天就讓你死的明白 爺 你不是誰呀對我爹尊重點 是誰呀你撐 王三斤 你可知罪 我是什麼這樣我 你自己的糊塗 我 什麼要招惹龍軍的 爹 你弄錯了我就知道 我沒有惹這慕容大人的 我沒有惹這慕容大人的北京龍軍臨凡 你這個孽子 你叫氣死老子你 啊 你什麼 不可能 他就是個廢物 放肆龍軍的名會其實你可直言的 你居然敢冒犯龍軍 罪丹萬死 不不不不 把你們告訴我 不可能我閉嘴 啊 就啥 就啥 實在對不起 小的轎子不放 小的該死 求你原諒我 我給你跪下了 王家主 對不起的不是我 而是我妻子 無冤人 孫小姐 我錯了孫小姐求你原諒我孫小姐 我錯了 這 孫小姐你要是不原諒我 我今天就刻死在這兒孫小姐 我錯了求你原諒我 麗凡 你覺得他可以原諒你就原諒你 如果覺得不可以 那就不可以 不不孫小姐 可不可不不不開門吧孫小姐我求你了 你原諒我嗎我錯了 孫小姐 好了好了王家主你不要這樣 我原諒你了 好 謝謝 謝謝 我就知道孫小姐寬虹大量 謝謝 謝謝 不過 我可沒說我要原諒他呀 孫小姐我求你原諒我兒子 我家這裡一根狗苗苗苗 我求你了 我給你吃飯了我求你了 王三斤背地暗算我公司 導致我公司虧損毫 你叫我怎麼原諒 不賠 多少錢我們都賠 饒了我吧 又饒了我便保存了 就這一塊錢 我才要不得看看 既然知道錯了 那就把公司的損失賠毀 另外還要多加百分肉食的賠償金 三天之內 我要在銀行的賬戶 看到這筆錢 三天之內我們一定賠 買了錢 我們支持蘇總 我也支持蘇總 蘇總太好了 林凡 我知道你有很多話想問 你何嘴說吧 想把集團的事情 好 大家都聽著 既然都選擇了我們 那麼我希望你們中間有人收了王三斤的賄賂 可以老實交出來 不然集團不歡迎你們 現在自覺交出來的 我可以不計前嫌 一切都按照集團之前運動 但是如果被我查出來 那就不要怪我無情了 蘇總我用了不少 不能 明天之前必須給我補齊 好 那好吧 這位遵上真是 沒錯 我就是北京 進到村上還不協力 找死 一個月後 我和燕然的婚禮 會在最豪華的酒店舉行 到時候我希望你都來 林總婚禮的事您就交給我 我保證給您辦的妥妥當當 我保證給您 你真的是北京農軍嗎 是啊 燕然 我現在的實力足夠保護您 以後再也沒有人能欺負你 是啊 夫人你就放心吧 再也沒有人可以欺負你了 相反 那些欺負你的人 都必將付出敗家 內心 我絕不會 無法 燕然 你回家吧 嗯 走吧 那還在家等著我們呢 好 玫瑰 你回去吧 是尊主 燕燃了 又沒有事 媽我沒事我沒事 坐下說 快快快坐下說 兒子燕燃 王公子有沒有對你們做什麼樣 媽你放心吧 王三斤已經被我打跑 而且他還要賠償我們公司的損失 啊怎麼可能 兒子你別騙我 媽我真的沒騙你 媽 林凡他有很重要的身份沒有告訴你 我們現在不會受到欺負了 什麼意思 媽 我是北京農軍 我之前不是被王三斤陷害去北京 在那裡我努力成為了龍 覺得因為之前沒告訴你 是怕下落了 現在沒事了 一切都過去 農 兒子王公子說你可是冒充的 兒子 咱們可不能做這種事 這可是做牢的事 媽是真的 不信你沒言人 是真的媽 林凡呀 把王三斤他們狠狠的教訓了一頓呢 哈哈哈哈 我兒子出息了 媽 我高興啊 我們就出一股精敢來了 他就出一股精靈來 他也不會入棄衣服了 媽 以後再也沒有人去 媽 哈哈哈哈 我去給你們包雞蛋 哪有 讀村 讀村饒命 我們也不知道那個林芳就是真正的北京龍軍啊 我們還以為他 你 嗯 一群蠢貨 竟然北京龍軍都不認識 不論你們有何人 啊 要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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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 我我我我我 說 一拜下個月結婚 還要給他魏国籍蘇元蘭辦一個婚禮 咱們可以從這方面入手 對對對對對 林芳最在意的就是和家人 婚禮 林芳 不得好死 文學呢 你那行的痛啊 放心不不不 林清雪那個女人做夢都要攀上高知 絕對沒問題 嗯 是到如今 也只有我出馬一事了 加油走哥慕容大人那邊還給了咱們援助 絕對沒問題的 王哥你說的是真的嗎 要把這件事情做成了以後你就要娶我 我哥向來說話一言九點 什麼時候不算數 沒有沒有 我就是太高興了王哥我一定要把握好這次機會 你平凡 蘇嫣然 想要幸福沒往一輩子 沒門 蘇嫣然的黑料 我有太多了 還有很多燕照 就等著他們婚禮上了被壞掉吧 讓我說我喜歡你個小壞蛋 哈哈 怎麼樣 快不錯 兒子 快別在這邊忙活了 那邊好多客人呢 你去這兒回家 好的 蘇嫣然 你這個賤女人壞事最近 我今天就是來接發你的 蘇嫣然 你勾引了那麼多的男人 你還好意思在這裏舉辦婚禮 真晦氣 我要大家看一看 就這個新娘子 勾引了王公子 趙公子 劉公子 蘇嫣然 還跟很多男人上過床 哎你們看那新娘子不剪點 對呀你看那照片 真不要臉 天哪這個女人私生物也太會 太無知 竟然和這麼多人上過床 哎呦我這身份不錯 有點紫色 那些都是被你們暗散的照片 你這個猶辱嫁美的賤女人 要是沒有做那麼多的事情 怎麼可能有罷兵在別人的手裡 今天就讓大家看一看 他到底是個什麼樣的女人 來大家都看一看 立凡怎麼辦 他要把我以前被暗散的照片 他相機裡的照片給我 什麼 大家都來看一下 這些照片 我老公沒有 這些照片 明顯是他 立凡 你不要炫口喷人 在場有很多董 大家來看一看 這是不是修圖 哎這麼看好像是皮的哈 這個照片 那也不太像啊 好 那這個呢 這個呢 大家快來看呀 這個最不知道廉恥的女人 最騷的女人 全是最騷 最賤最下賤的女人 誰要是娶了她 找了八輩子的沒了 哎 不是這個女人嗎 怎麼是她呀 怎麼是這個樣子 這怎麼做的呢 這 這這 看那個女的人啊 身材真的不錯 這啊 啊 啊 這不是 他已經 大家不要被他引起 玫瑰 這啊 哎你 不是我 誰 啊 你 你看我說什麼來著 女人就是不可重用 太廢物了 慕容廓 哎 哈哈哈哈 李凡 我今天來 是交出北京龍軍的令牌 就憑你 就憑你 李凡 擅自離開北京 預備了龍軍令的規定 上級的命令 給你立即捉擋 金肉打溫 你以為我沒有準備 上級有令 我怎麼知道 溫老子廢話 林凡 你的好日子算是到頭了 是啊 你的北京領土 自然就是無人了 慕容廓 你真以為我一點 沒有 王定的 誰是北京龍軍 尼凡 在 吳王有令 北京龍軍 卓越顧凡 統領大局 今 升為王局 自明 富國龍王 實至名歸 龍王接令 龍王 龍王的力量果然霸道 恭喜啊龍王大人 多謝使者 我是這樣 你 就是慕容廓海吧 啊 我也有嗎 你當然有 慕容廓海 兩面三刀 惡冠滿盈 作惡多端 見dah 先將你與鎖屬下人 一併打入大樓 是不是不錯啊 永久 不三公 雞 螢王 雞 以後沒有人會再親 雞 雞 你愿意嫁给我 我愿意